前高雄市長韓國瑜再度語出驚人 他建議台北市議員游淑慧 要是轉戰施令大同選區 對戰民進黨的王世堅 要他跟王世堅說 要是雪不贏就要嫁給你 讓游淑慧驚呼說有被嚇到 而這個民進黨立委高嘉瑜 則建議游淑慧可以改唱 明天我要嫁給你 不過呢 當高嘉瑜想讚美一下王世堅專情的時候 卻是一度說錯話 讓場面有點尷尬 可能就是明天我要嫁給你 高嘉瑜限格單 北市市林大同立委選戰 王世堅到底會不會對上游淑慧 韓國瑜又發金句憲策冊 昨天游淑慧下午找我 你跟王世堅說 我選不贏你我就嫁給你 韓總當月老兼政治紅線 但當事人游淑慧脸色大變 他那天已經嚇到我了 昨天又嚇到我第二次 找更適合的人 就把我當後輩就可以 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 夫妻很恩愛 第一個告知我的是我太太 王世堅曬夫妻恩愛 高嘉瑜想讚佳 但話一出口越講越尷尬 我覺得這個男人實在太狠了 這間大哥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個非常專情的男人 他一輩子可能也只愛過 我不知道 就他老婆跟 就是 可能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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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應該不會再誤入歧途 這高委員說不出口的其實就是多年前 王世堅與助理的摩鐵事件 過去我曾經犯過一個錯 那他當時也很大氣地原諒了我 我太太知道在我心目當中 我太太永遠是最漂亮的 即便天下美女那麼多 畢竟已經事過境遷 王世堅捲土重來再戰立委 卻還不知道國民黨誰要上花轎 這次我們講張元傑 劉淳維 台湖大